在小程序里面重复使用的一些功能 我们可以单独地把它拿出来 然后给它定义成一个模块 然后在需要的地方 可以导入这个模块提供的功能 之前我们在这个index页面里面 去添加了一个叫great的一个方法 它做的事其实就是返回数族里面的 一个随机的项目 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可能也会用到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去把它单独拿出来 去放到一个模块里面 可以剪切一下这个方法 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都放在leaps helper的下面 文件的名字可以是helper.js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helper 它的值是一个对象 我们把刚才剪切的great的这个方法 粘贴过来 这里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 这个方法的名字 让它更有意义一些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renditem 它接收的参数是items 再改造一下这个函数的主体部分 最后我们可以再导出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这个helper 用一个exporthelperasdefault 让helper作为默认的导出 再回到这个index页面 这里我需要用到helper模块里面 定义的renditem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先导入这个模块 用一个import 导入helperfrom 从上一级目录的上一级目录的libs 下面的helper目录里面的helper 然后我们可以把之前使用great这个方法的地方去修改成helper的renditem 再保存一下文件 到开发者工具我们可以再去试一下 点一下页面上面的这个问候语 会随机地显示一个问候语 这个随机返回数组项目的功能 是在我们定义的模块里面提供的 在这个index页面我们使用了这个模块提供的功能 让他们来看 给他们看